苹果市值历史性突破1万亿美元的第二天,华为在深圳半田基地对外发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上半年,华为智能手机发货量超过9500万台。 在今年第二季度,根据市场调研机构IPC的数据,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跃升至15.8%,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这一成绩在全球紧张的经贸关系下显得尤为可贵。 7年前,于成东从欧洲调回国内,仅因负责消费者业务。 2013年,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不多久,他便喊出了5年超越苹果的口号,时至今越华为成了国产手机品牌的领头羊,并在第二季度超过苹果,全球智能手机业务仅次于三星。 现如今担任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的他也算部分,兑现了早年说过的大话,主义业务保持高速增长华文,荣耀两大品牌的手机产品线,云服务,以及C-Link等生态服务均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去年11月份亮相的商务旗舰Mate时,全系列发货量达到了1000万台,Mate是华为手机崛起的起点,奠定了它在国产品牌中的高端地位。 问世之处并引一起绝成的拍照水准领先全行业的P20系列上市4个月后全球发货量突破900万台,除了前期持续的研发投入,带来的相机技术的突飞猛进。 P20还为华为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女性用户,该系列手机的女性用户占比接近50%,从产品设计到营销路线全面对标OPPO,Vivo的Emova系列,在上半年是华为手机出货量增长的另一大野情。 2018年上半年的发货量增长,高达60%,互联网子品牌荣耀上半年的主力机械荣耀时尚市两个月,全球发货量超过300万台,荣耀承担着和小米贴神竞争的角色。 华为更是把当前的旗舰芯片70970下,放到多款荣耀手机新品上,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情况,在含尽量最高的高端智能手机上,也就是售价500美元以上的区间。 华为的全球市场份额从2017年6月份的12.8%,增至2018年6月份的16.4%,华为高端期间的主力机型皮和Mate系列的销售收入同比上涨45%,此次华为并未公布半年营收数据,所以无法推断其手机平均售价。 苹果创纪录的第三季财报营收533亿美元,其中iPhone销量4130万台,平均售价达到了724美元,单季销量最好的机型是999美元的iPhone X,苹果的产品和品牌号照立可见一般。 这也于成东希望向苹果学习的地方,苹果的销量虽然被我们超越了,但是销售额仍然第一,到端期的占比很高。 比如,华为一款旗舰机一个型号,能卖1500、1600万台,跟苹果单款机型,近一台的销售还有差距。 不同地区的市场表现上,华为手机在包括中国、西班牙、波兰、意大利、埃及等在内的八个国家和地区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在法国、芬兰、匈牙利、埃林修、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30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位置第二,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营收占比基本各占一半50%, 于成东透露,海外市场的增速要高于国内,但对于海外市场,华为也有遗憾,因为你所知道的原因, 美国市场基本上做没了,PC,原服务继续追赶苹果,进入不久的PC笔记本业务, 随着Matebookings Pro的亮相迎来了爆发知识,超窄边框,超高屏占比,这款产品成为中国线上市场7000家价位段市场份额最高的Windows比计版, 我们在早前深度拨掘过这款产品的研发背景,至于为什么会做PC, 宇成东表示这是源于华为的全场景战略的一环, 他一直非常羡慕MacOS iOS生态的无缝协作,并力推Windows和华为手机间的跨平台性能, 自己动手做PC产品,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 一是华为产品端学习和笔尖苹果的最后一环, 华为近两年重金投入的消费者云服务,业务增速同样可观, 全球开发者数量超过45万,注册用户超过4亿人, 在全球已部署15个数据中心, 宇成东特意强调,华为云服务,通过了最严苛的欧盟GDPR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数据隐私保护条例, 是国产手机品牌中唯一一个,应用PPD Privacy by Design, 从产品开发、设计、演证、销售、服务和采购全生命周期做隐私和数据保护, 简单看一下苹果,刚刚公布的财报,就不难理解包括云服务, 在内的服务业务的优惑力,包括流媒体和视频服务, App Store、Apple Care,在内的服务业第三台其营收95亿美元, 是苹果的第二大营收来源,几乎是单级Mac53亿美元,和iPad47亿美元营收之河。 沟通会上,于成东透露了华为消费者业务未来的部分规划, 720m的麒麟980将会在博木铭黑的IFA的亮相, 全面超越高通香龙845和苹果A11,尤其是门效比将会极大提升。 对于即将到来的5G时代,于成东更是信心满满, 华为是一个通讯企家的企业,这是我们的看家领, 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也是华为相比其他手机品牌的优势所在, 4G、4.5G和5G技术领先,相机技术领先,去行快充领先。 此外,华为A2有芯片的优势,未来将通过算法、算力、数据等够重量, 我们的优势,随着市场份额的逐步提升,于成东比以往谦虚了很多, 技术出身的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背后是多少巨额的研发人力和资金投入, 市场份额呈现出的只是一个自然结果,并不重要。 此外,华为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一,是历史发展必然, 未来的目标,希望销量第一,销售收入也是第一。